长安城中有何动作 长安守将夏侯谋 仍是每日艳乐 毫无戒备之意 他还盼着我们去新城吧 贵国老将尽死 以此顽固子弟驻守长安 正是天赐良机 末将请引青旗一万 喘辞五谷向东 不出时日 便可达长安 趁夏侯谋毫无防备之时 一举夺下长安 我大汉便可还于旧都 姿无谷 灵密地险 两侧崇山峻岭相聚 若从地图上看 路程不过时日 但大军行走 若无一跃 难以出谷 夏侯谋若趁你行军之际 在山侧设下伏兵 则万人困于国中 进退两难 此机太过险峻了 文昌将军 不可只看地图啊 顶上 让我认识 岛上 赢了 岛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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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丞相论兵吧 丞相自有妙计 何须行侠 愿闻丞相上策 我已用新城拴住了司马懿 若曹睿听闻我军出了邪谷 必然会派大将军曹真前来 我军现在急需一支宜兵 引开曹真 传播我军要夺取梅县的消息 如此 曹真必率军与梅县迎战 那么谁能为我聚曹真呢 末将冤王 农派王梅县的兵力不多 老将军年事已高 还是随中军吧 当日去长沙不过五千人马 今日末将也只要五千人马 为丞相挡住操阵 老将军豪气不见当年哪 好 好 赵云 邓之 听命 末将在 与你二人精兵五千 一路虚张声势 进取梅县 要让曹真相信 国军主力在梅县 是 若是让曹真草包便索性 连梅县一起取了 曹真虽无谋 然其麾下却著有十万大军 老将军 妾且不可轻敌 末将一生征战 从不拖荡 丞相 那放心吧 其余朱将 随我进军平阳 直取南安 天水 安定三郡 是 好 好 领军的可是赵云 这老儿得有七十了吧 除了他 诸葛亮也派不出什么人来了 就让小弟我先斩了他们先锋 再生擒诸葛亮 好 我为驸马押阵 驾 老庇库 不须发皆白 尚于阵前证命 诸葛亮 何等不尽人情啊 文将军于心不忍 不然 你下马受降 文将军念在 古军法不前二毛 饶你一条生路可好啊 皇口如子 快来临死 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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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炎护驸马 驾 杀 杀 杀